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蜜蜓投顾杨天迪 今天是11月11号 礼拜一哦 那台股在今天是开低走低 杀伟盘 不只是加权指数啦 OTC指数也是一样哦 中小新国也是杀伟 那我想从今天的一个杀盘结构来看的话 很明显我们知道中期数码试出来了 中期数码散掉 所以当它散掉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条线 这条线叫十字均线 十字均线已经被跌破 所以台股的部分 而且今天是放量 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整理的形态要开始 好 其实台股今天跌幅还蛮重的 因为美国股市的表现还可以 你看美股的部分 其实都维持在高档震荡 美国股市基本上还维持在高档震荡 那为什么台股今天的跌势比较凶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好 第一个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原先买超全职股的外资 买蛮缩手了嘛 对啊 我们看上个礼拜有没有 上个礼拜外资一直买一些全职股 买一些莫名其妙的股票 让我感觉起来是莫名其妙 比如说买金融 买什么 买面板 然后还买了一些大型传产龙头 只有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叫做什么 炒汇资金 这基本上是炒汇资金嘛 或被动式基金进来 真正你如果看好台股 不可能买一些金融股 那对 所以我在想 就是说台股的一个修正 第一个 这些买盘本来就不是很积极 所以一旦它缩手甚至站在卖方 那个全职股会压下来 全职股一旦压下来 那个指数跌幅就会比较大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大盘跌幅是比较大了 跌掉了152点 原因就是全职股走弱 我举个例子 鸿海尾盘虽然有点拉抬 但是今天也跌掉了3.3个百分点 鸿海这支股票 是最近外资拼命死命再买了一档股票 对吧 在电子全职股当中 他买鸿海买得非常积极 到昨天都还站在买方 上个礼拜五都还站在买方 可是鸿海有没有上去 没有了 没有了 我跟各位谈过这个观念 我说 你如果在低档买鸿海 那个效益会很大 但是当它涨到90块以上 再去买鸿海 那个效益就变得很弱 为什么 因为位阶高了 位阶高了 所以我想全职股的回档 也就说明一件事情 要么就是今天的买盘缩手 不然就它反向可能做了一些调节 所以今天的全职股大概都杀回来 包括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跌掉了1.5个百分点4块半 好 那所以相比之下台积电的贡献度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贡献度 台积电就跌掉了38点 有没有 鸿海跌掉了13点 两个加起来就有大概50点左右 所以今天有三分之一是鸿海跟台积电跌下来的 那其他的全职股我们就不谈了 联发科 大力光 台数化 这个等等等 这些股票 国泰金等等等 我们就不谈 好换句话说 今天全职股其实卖压蛮重 那中小型股呢 一样 好 我们的OTC也跌掉1.69个百分点 跌得更厉害 那为什么OTC也会跌得这么厉害 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嘛 大内高手缩手啦 大内高手大资金的内支 买盘缩手嘛 甚至短线上面站在卖方 这在上个礼拜我就跟各位谈过 我说 现阶段的一个架构里面 虽然全职股在撑着上礼拜 但是呢 中小型股的大内高手的买盘 甚至在怎么在反向调节 所以我一直认为大盘要回档 那现在大盘真的回档 只是说回档的幅度还蛮深的 那就变成好坏股一起跌咯 好 我们称之为叫本益比的修正 大内高手的股票很明显 红杰科 对吧 本益比的修正 我一直跟各位谈到红杰科嘛 我说红杰科今年可以赚多少钱 我们预估两块半 你最厉害赚到三块 假设你赚三块 那你本益比呢 120块的本益比是40倍啊 如果你只赚两块半 那个本益比高达了接近50倍 对吧 在120几块的那时候 所以我想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如果赚两块半的话 它的本益比还有40倍以上 你觉得修正完了吗 我在蓝益上 一直跟各位谈一个观念 我说这种股票根本不能抢 因为它叫做本益比修正 你不是跌深了就可以抢 而且我也跟你谈过啊 我说 好 这是红杰科嘛 连续四根的黑棒 就算反弹可不可以抢 不可以 我不是跟你谈过了 我说 你看那个铜波基板就好 铜波基板的修正是两个月 不是四天 有没有这个6213的连帽 当时喷上去的时候 后来杀回来 这个地方是两个月 散热的修正也是一样 它的修正也是超过两个月 有没有 当初的操纵冲上去 然后到现在还在修正 有没有 这个是在8月中旬左右 8月上旬左右 已经修正超过两个月了 那以前的散热你们不是很热 大家很热络吗 以前的这个铜波基板不是很热络吗 他们都要修正将近两个月 甚至超过两个月 那现在PA就算再热络 有没有修正需要两个月 也有修正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啊 对吧 更何况操纵也好 这个散热也好 或者是这个铜波基板也好 人家赚的钱还比你PA来得更多 你如何让自己在现阶段去卡进去呢 都没有必要嘛 所以我一直在line上面讲 也跟我的会员报告 说这种股票根本都不要碰 第一个位阶太高 第二个估值太高 好 这种本益笔修正的结构 已经开始扩延出去 环球晶重挫 你已经看到已经开始在重挫了 高位阶的这个修正啊 这个本益笔不是很高 环球晶本益笔没有很高 但是高位阶的修正开始起来了 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细晶圆 根据环球晶的说法 细晶圆的这个库存调整要到 今年底才可能占高一段落 可是之前我就跟你讲过 那为什么这一段会往上涨 那这一段外资就要调高目标价 就往上跑 跑完之后呢 外资买盘一旦缩手就往下掉 对吧 因为你的库存调整没有占高 没有结束嘛 另外呢 另外像是国军 我先跟各位报告 我200块30块买的 我308块全部出掉了 破月线的时候全部出掉 破月线全部出掉 好也就是说 基本上今天国具的下杀 我们被动员已经都出光了 我最先出流 我跟你讲 最先出的是什么 达芳跟合生堂 合生堂出在103块 然后第二个出的是什么 华兴科我出在185 然后到了上个礼拜 我最后把国具卖掉 我最后卖的叫国具 卖在308上个礼拜 好那我为什么要卖掉它破了月线 你盘太久破了月线 基本上我就在那买方 好不管如何它杀下来 我们现在用国具为例子来看 我们230买的308卖的 我们一张的价差有78块 10张叫做78万 那我已经获利落袋了 很多人是什么 冲上去才在买 对不对 当时我在230买的时候 很多人是后面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 后面冲上去才买 冲上去也有会员说 老师可不可以加碼 说不行 我为什么说不行 我们去判断一个准则 就是我当时对被动员件的看法 是这样 我的看法是外资的说法 外资说第一个 说它的库存调整才告一段落 这一部分OK的我同意 第二个部分 外资的说法说什么 它有5G来包装它 我也同意 第三个就是大摩说的 一个是小摩 小摩说库存调整 美银说什么 5G的一个概念 5G对于这个 这个被动员件的需求起来 第三家是这个大摩 大摩是股价已经冲到快300 它开始调高平等 好那我不管 它调高到370块 好370块 好那不管如何 有没有到370 没有 小摩说380也没到 我卖在308 好那我为什么去谈这个东西 其实当时我就预估今年的国具 大概赚17块 最多18块 18块本益比如果是20倍的话 其实是360 OK的我同意 你如果你在成长型的 我可以给你这个20倍的本益比 但是一般来讲 被动员件尤其MLCC 它的一个报价 虽然在第三季末接近尾声 就是固存调整接近尾声 但重要的关键点是 我可以马上给你20倍本益比吗 对吧 我们在讨论这个东西 不行吗 不行吗 因为你只是库存调整接近尾声 而不是报价往上扬 对吧 如果你报价往上扬 我可以给你20倍本益比 当初小模给国具20倍本益比 上看1600的时候 因为国具去年赚80块 他给了20倍本益比上看1600 对吧 小模给20倍本益比 但当时是MLCC的报价在往上跑 现在是MLCC的报价在往下滑 我只是最坏状况过去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20倍的本益比 你们理解吗 所以我当时230在买的时候 我当时的评估今年可以赚17 18块 我可以给你什么 我可以给你12到13倍的本益比 我买起来安全 但是当你拉高到了16倍以上 本益比的时候 我觉得就危险了嘛 我们合理的本益比区间要怎么判断 重点是在于你的报价产品的 这个景气的好坏 如果你是上扬的景气 我可以给你比较高的本益比 但是如果你没有上扬 你只是最坏状况过去 我凭什么给你20倍的本益比啊 这就是很多你是我会员你就知道 很多人在问我说 老师这个国具可不可以加吗 我说不行 不行的原因就这么简单 你现在事后证明我是对的 所以我想现在国具杀下来 我们就来探讨一个逻辑了 那国具打到哪里合理 对吧 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东西嘛 我跟你谈过的本益比修正 对吧 那本益比修正的股票有很多 好有很多 修正啊 其实精裁的第三季 一个季度赚一块三是 优于我的预期的 好所以对精裁而言 我我倒没有那么悲观啊 但虽然我虽然没买 但是呢 基本上他要不要修正 要修正啊 很简单嘛 我用个简单的例子啊 精裁 包括有没有涨上去 他从45块涨到68块嘛 涨了23块左右 这个涨幅已经高达五成 对吧 23块大概五成啊 我问各位啊 一档个股涨了23块 涨到68块 涨幅高达五成 然后第三季财报1.3元 是优于预期的 他还会涨吗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啊 因为有人跟我讨论过这档个股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 那明年的精裁 有可能赚到5到6块钱 对吧 第三季赚了1块3 我给你看一下啊 你把这个观念想清楚你就知道啊 对不对 是不是赚1块3 是的 所以他有没有很会赚 有 那上半年呢 上半年亏了1.35啊 所以 整个第三季是 如果加起来是小输嘛 输0.05 那输0.05 假设未来很会赚 假设你第四季也赚1块3 我今年全年度是赚1块2 全年度赚1块2或1块3的精裁 我问你可以来到快70块吗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搞懂这个观念 我再讲一次 我可以同意你明年 我假设你的预估是对的 明年是大赚 但就今年而言呢 你目前的本益比太高啊 所以精裁的修正回来之后 要买也是要等他修正回来看明年 杨老师第四季是要看明年的 我同意 但现阶段 你总要反映你的位阶太高嘛 这叫位阶修正 对精裁而言他是位阶修正 有一些就真的是估值的本益比修正了 比如说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这个所谓的基欧股 都一定是好的 可曾今天重错快跌停 好 为什么重错快跌停 第三季赚了4.41吧 我看一下 第三季他赚了4块多 来来来 我看一下 我怎么找不到 不管了 反正他就赚了4.41没错 第三季可曾赚了4.41元 4.41好还是坏 4.41元 比去年同期衰退 来来来 我要你要比的是这个东西 好 第三季赚4.41 去年第三季赚多少 8块半 也就是你的获利在腰斩 你获利腰斩 那为什么这一段会冲上去 那外资看好啊 外资使命买啊 买完之后 可见了外资也不知道财报 发现财报不对了 今天一定使命卖嘛 所以我跟各位谈 我说如果今年的第三季可曾赚4.41元 全年度我们预估了 全年度预估可以赚到16块的话 前三季赚10块 我假设第四季你很厉害赚5块到6块 那 你全年度可以赚15到16 15块好了 我可不可以给你可曾20倍本一比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去年去年 它跟去年来比 那个获利是叫大衰退的 去年的获利 来我给你看一下 18块 26块 34块 35块 去年的可曾是赚35块的 今年如果只赚15块 你敢给它20倍本一比 对吧 我们就我们来探讨是这个逻辑嘛 所以为什么有些股票不是涨上去 你就一定会一定要去追的 好 那当然财报的部分没有人会知道 而且你不公布之前 好公司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那些投机股跟主力挂钩的主力会先知道 问题是你就不要去追高 对吧 我的一个判断逻辑很简单 你就不要追高 然后你在判断什么 你再去看它的营收动能 营收动能有没有大幅度上来 这才是关键对吧 看起来7、8、9月份很好 这个会被骗 这真的会被骗 因为 因为我没有注意这一次 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 7、8、9月营收都非常好 那 关键就在于它的EPS很差 那一定有什么 什么业外的损失 好不管如何我要强调一点 现阶段来判断一档个股的好坏 很简单位阶低 估值偏低 那才是好股票 对吧 如果你位阶太高 估值偏高 那就一定要避开 然后呢 如果你估值是这个合理的 那你位阶也太高 也要修正 那叫位阶修正 所以怎么样去找到它的一个未来 这才是关键 我用我的股票为例 我用我的群年为例 我今天群年表现还可以 还可以 这个涨到303块半 我们280买的 第一个 群年的位阶高还是低 哎 经过修正嘛 经过修正之后 我们在这边买 对不对 我们说280买 打回来新会员再买280 最低买了276 那最近还没有上去 是不是位阶还在低低的 第二件事情 群年的营收动能是增加的呀 它第三季的这个营运动能是创历史新高的 第三季的营收 第三季 我带各位看一下第三季的营收 7、8、9月份第三季的营收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10月份更厉害 10月份公布之后 营收再创历史新高 我现在要表达的一个含义在这边 我们先用国具的例子来回来看群年 好国具为什么中错 它其实它第三季的财报4点 它第三季赚4.81元是符合预期的 老师4.81元 因为今年国具我们把预估就赚16块到 17块到18块嘛 那4.81元是符合预期的 那为什么会中错 重点在10月 国具的10月营收越减了 月减了8.3个百分点 为什么看10月 我们去想一个问题 第三季财报是不是过去是 对嘛 你现在是应该是什么 10月份 那未来是11 12嘛 那你10月份的表现不好 除非你那个订单递严 否则一般来讲代表你的接单能力 是开始衰退嘛 所以如果国具 国具在这个8、9月份都还好 你看7月8月9月都很好 可是10月一减减了月减 我讲的是月 我们不谈年 去年机器很高 月减了百分之八 你就说明一件事情 第四季可能比想象中差 这就是国具今天才开始重错的原因 因为它上个礼拜我才公布了财报 10月份的营收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点 那为什么华欣科跌得更厉害 我卖了185 我这天就卖掉了 这个开高走低这一天 我觉得应该上去不上去 然后185就卖 好 杀下来 那华欣科为什么跌得更厉害 10月营收月减了11% 营收的衰退 我们先不看第三季的财报 因为那叫过去式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你第四季的表现 第四季表现10月份就很重要 10月份你是月减了11% 说明MLCC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现在懂吗 对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在操作这些股票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这些东西 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分析 我想我在这一个财报的部分 我会帮各位筛选得更清楚 所以回过头来看群联 群联第三季财报收盘公布了 赚8.24是优于我预期的 那我们先不谈它明天会怎么样 我们先看还没公布之前 它10月营收先公布 创下历史新高 想一件事情 我的第三季的营收是创历史新高的 我10月份营收又创历史新高 这说明什么事情 说明NameFlash的一个营运动能 在10月份确实如潘董所讲的 他说10月份有新的一个拉货动能 10月份开始 没错 它才造成它的一个营运动能上来 如果营运动能上来 第一个我们来评断 如果今年它第三季赚8.24 那这个前三季的部分我们算一下 我们来用一个简单的判断 上半年大概赚了4.46 大概8.4左右 8.4 那上半年赚8.4 第三季赚8.24 所以16.6了 前三季赚了16.6 假设第四季跟去年第四季一样 4块钱 那是不是应该会超过 我们要10元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以4块钱来计算的话 他EPS大概接近什么 21块左右 跟我们原先在买的估计的一个状况 是一样 好21块的本益比假设20块 假设EPS20块 我买在280本益比是14倍 如果是21块 我买在280本益比是13倍 13.3倍 我问各位 位阶低 杀下来位阶低 然后本益比只有13.3倍 又是一个IC设计公司 手中又有很多低价的NAMFASH的库存 NAMFASH的报价在7月几涨之后 10月份他小幅度往上走 我问各位 他股价会往上走 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为什么去买 一定有我的理由 那我的理由一定是根据财报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真正在做的过程当中 怎么去找机会 这才是关键点 好不管如何 当然大盘杀一定很多股票更多会杀下来 你要注意的不是第三季财报 因为那叫过去式 其实10月营收都公布了不是吗 我有一些好的公司营收 像金星科的10月营收 是创下历史第三高的也被杀下来 然后齐鸿的10月营收创下历史次高 也杀了波段轻低 可是你会不会担心你不会啊 因为营运动能都在转强 因为金星科9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10月份的衰退 但还有历史次高或历史第三高的话 代表它没有衰退很多嘛 对然后第二个部分 剩下就看后面这些股票沉淀之后 会不会有新买力的进来 所以我想不管如何现阶段来看 我会调整的部分 会放在10月营收 那10月营收的一个表现 如果不如预期的 我可能会站在卖方 10月营收表现不错 或者财报的第三季的一个财报表现不错的 那基本上我会站在卖方 所以我想我们在现阶段的一个操作策略很简单 位阶是第一个考量点 第二个你的营运动能 第三个现阶段它到底估值合理没有 我们把估值好的标的把它挑出来 剩下就是找机会去做切入的动作 谢谢您的收看 每一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